我捐的钱会变成 十所希望小学 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确实 小波回家 对啊 这辆车我已经养不起了 明天就要还给我爸了 那之前我想最后爽一下 要不要坐 行 等一下 对啊 怎么了 新闻说 惠美跟一个小孩被拍了 说那小孩是惠美的私生子 感觉下班时间发布 真是目前事大啊 其实之前我也早有耳闻 这事到底是真的假的 不告诉你 我跟你说啊 这事对我们至关重要 黄金一般刚刚宣布阵容 那你希望她是真的呢 还是假的 我有什么希望真的假的 那我这么问 你希望惠美是单身呢 还是已婚 这么一针见血 告诉你也行 但是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相信说吧 明天早上 还是让我来送你上班 没问题啊 一言为定 好啊 那我告诉你 假的 失望了吧 怎么会 起啦 正眼 走 网上那些东西你看到了吧 关于惠美的 你说可笑吧 新惠美隐婚 这咱俩都是了解她的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 真是荒谬啊 那孩子怎么回事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 你们星天现在是她的经济方 也不知道 其实问过了 但是她拒绝沟通 可不管怎样 那个孩子肯定不是她的 我就不明白了啊 惠美怎么就不给自己澄清呢 这完全不是她的性格 这完全不是她的性格 她一定有她的理由啊 惠美刚被法国的品牌 选为亚洲去的代言人 可是我昨天晚上 听一个法国朋友说 就因为这件事 对方要解约了 说是惠美损害了她们想要的 那种独立女性的形象 淳于啊 这种国际大单被退约 输入损失是小 可如果由此损害了她的声誉 那会对她以后的事业 造成长远的影响 这事我听说了 我直话直说 我认为你们星天的经济部太弱了 这件事他们根本不可能搞定的 我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 惠美是我前到星天的 我则无旁贷 你放心 一大早来打扰你很不好意思 哪儿的话 我走了 我走了 哟 gjinen 吧 白雅 那就要跟你告别了 我的小情人 你说这话 肉不肉麻呀 恶不恶心 小布谷 我从回国就开这辆车 爱美慧是我开着它 一点一滴建起来的 我对它 真的很有感情 不好意思啊 你能抱抱我吗 为什么 你快点啊 小布谷 小布加油 小布小布小布 你可真厉害呀 你这么快就转正了 转正 总编室给我转正了 还什么呀 我是说你转正成 许少女朋友了 怎么可能 你能别瞎扯吗 全公司的人都知道了 昨天他接你下班 今天又来送你上班 你的衣服也没有换 你可真厉害呀 我拜托了 我太忙了 我昨晚太多活要干了 所以又没换衣服 你别骗人了 又没有人跟你抢 今儿真是撞邪了 李会儿 你看你搁早 小布小布来了 来了 淳于总 您昨天要的文件做好了 好 辛苦了 工作表现不错 黄金一般的事 有你的功劳 也有许天泽的功劳 主要是许天泽的功劳 我知道了 我会许天泽的功劳 我淳于乔 你好 淳总 布小谷转正总编室策划 今天生效 好的 谢谢淳于总 现在去办手续 好 谢谢淳于总 我电脑留下 没关系 淳于总 我挺喜欢用这个电脑的 公司会给你换新的 不用麻烦 我觉得这电脑 真挺好用的 共享信息不方便 我不怕您看我的上网记录 真的 我不想看你的上网记录 关门 伸手机去啊 去呀 雷姐等着你呢 凯恣哥 淳于总为什么生气啊 生气 是吗 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事了 就算真生气 也不是因为你 真的吗 我看他呀 现在是对你好到 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好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都跟你破格转正了 你还看不出来啊 真是 一个堂堂魔鬼鱼 这点事都忍不住 这 别想了 快走吧 到底为什么生气 我去弄清楚 干了六七年 那没你得宠 我看你晕 走走走 去去 去 去 又犯什么病呢这是 不是跟你说了吗 想要情路顺利 工作上别走太近 别走太近 怎么就不听呢你 你就算沉不住气 你也不能 这么着急给他转正啊你 你跟谁置气呢这是要 你刚才把人小谷都吓掉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做什么 你会 Vacc哪里 你得 诊论啊 老 fitting 我找你 你真是 你让我滚出去 让我给你打架去 帮你打架去 莫不是因为小谷的事 有点后悔了是不是 刚才大公公司 不是假公祭司了是不是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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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那些主意呢 我就那么一说 你也别太当回事 别往心里去 留总编室就留着吧 小谷这丫头路子野 说不定不会影响你们感情 你话那么多呢 能闭会儿嘴吗 我不是为娘的 你还说你知道 什么叫闭嘴吗 你查清楚 欣辉美是在哪儿被拍的 还有 找杰瑞把她日程给我 好 雷总 你说淳于总 对我是不是真挺好的 你看八卦新闻了吗 他们说新闻的已婚 按她的性格 她应该马上出来澄清的 但她并没有 之前我还以为是谣言 但今天好多爱美会的粉丝 都相信是真的了 那 她就是结婚了对吧 还是隐婚 雷总 我跟你说啊 我之前还以为她喜欢 淳于总的 我真不明白 你这智商怎么忽高忽低的 弱智起来就跟个傻子似的 有什么问题 不? 我 lyn了你 我不管你 不走 你便宜用这一点 都不让你 在我身上 您在打消灭 我当셨了 你为了她的毅度 你毕竟没有 我先拿你的骗人 我当做什么 我当往那时 我当我们的鸿鱼 我当年了 我们的骗人 你明白吗 你晚上想吃什么呀 那你这几天乖不乖 姜雨 红总 回去吧 惠美 车钥匙给我 你怎么来了 淳总让我来的 车钥匙给我 她就在这门口等你 快去吧 好 来 雨儿来了 好像她要上车啊 怎么是个男的 这个男的怎么上 新辉美的车啊 什么情况 喂喂 车早了 车早了 行 我们追车 你们盯住人啊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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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和这儿 今天谢谢你啊 应该是我感谢你 你愿意相信我 当然要相信你了 那现在能告诉我了吗 他叫小允 是我父亲的儿子 在这个事情之前 我从来都不知道 我父亲会出轨 我妈妈知道小允的存在 但是不认识他 我父亲答应 不再和那个女人联系 才保住了他们的婚姻 但他确实是我的亲弟弟 我给了那个女人一笔钱 他就扔下小允出国去了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也不能让父母的事情 曝光在大众的视线里面 我必须得保护他 你真的很坚强 比我想象的还要坚强 但是现在孩子已经曝光了 你父母不会不知道 压力很快就会来 走一步说一步吧 那下一步呢 你想拿自己的名誉来挡 老大老小的小 我总比他们能扛吧 你可以保护所有人 但是你 更值得为好好地保护起来 有你这一话就够了 就娱乐圈的舆论说大很大 就娱乐圈的舆论说大很大 但其实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有一个孩子 现在有一个孩子 所以如果 所以如果 找个男朋友 找个男朋友 你身边追求你的人应该很多 而且优秀的人也会不少 所以 就比如说 你 林秦牧 听说你们两个人 都混成哥们儿了 挺仗义啊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 我没有具体指谁 我只是觉得 就我之前 处理这样的问题的经验来看 最容易减低伤害的方法 就是快逗战乱嘛 我 娱乐圈里面 恋爱是最快得到的 那如果你要不介意 公布你自己的认识 谢谢你今天帮我 但是如果你再继续说下去的话 我就要带着小语 从这个房间走出去了 麻烦你 也不至于 只是我的性格 我只会为了恋爱而恋爱 只会跟自己 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 这个时候 什么也别说 你只需要清楚 你心里真正想到的是什么 天后新惠美 尹昏尤子被曝超过一周 星天官方尚无任何回应 传闻基本作时 曾经崇拜惠美的粉丝 很多也是大跌引进 表示伤心失望 喂 喂 纯总 真人 是这样 惠美今天说 她为了不影响 十二大王和黄金一般的合作 和自己决定推出节目 但我觉得我不能这么对待啊 当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 你说怎么办呢 再想想办法 淳于总 吃药了 吃药了 那天 你要我去喝东西 有没有有时间一起喝东西 师兄 嗯 哪天 不记得了 嗯 挺好 嗯 哦 还有 你让我去顺风码头 哦 那天啊 那天 我跟您说完之后 我觉得自己特别傻 您那么忙 怎么会有时间去呢 我去了 我不知道那天是你过生 我也不知道那天 有人给你筹备 我更不知道 你为什么让我去 那天说完我就后悔了 你说我们小孩 那种过家家的 什么生日宴会 您怎么会感兴趣呢 对吧 我知道了 在你看来 我们从来都不是一类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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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心里在想什么 都不要做出不恰当的举动 对淳于乔造成不良影响 你明白吗 我怎么会胡思乱想呢 我不会的 您是领导 师兄 是我的偶像 我们两个的差距太大了 我应该跟您好好学习 我知道了 那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你是一个合格的员工 现在已经转正了 以后 就好好共事吧 淳于总 您还有什么事吗 没事 你工作去了 别总说没事 您要是心里有什么 不舒服或者是 有什么不开心的 您就跟我说 没有 我本来就没有啊 我什么都没有 本来我们就不是一类人 过去不是 现在更不是 我也没有什么开心 也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除了工作 我什么都无所谓 所以现在 契约解除 您说什么 不明白吧 不明白更好 出去吧 不明白 我再也有什么事吗 不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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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对老大是认真的吗 我对他不是喜欢两个字就能说亲口 我是因为他才来到咱们公司的 要不然我怎么可能有这半年的变化 有这半年的经历 你可能不知道 我生活里的每一天 全部都是他 全都是他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特别可笑 我觉得我跟他离得好远 他跟我离得也好远 他跟我说一句话 我脑子就直接冲写 使劲转 转不停 如果他跟我说两句话 我直接智力直线下降 我就变成了一个智障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了 在老大还没离开M1的时候呢 我和凯文就在他身边很多年了 这些年我们看着老大在感情上 经历这些 那些 所以很明白 老大能有喜欢的人 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他之前到底发生什么 这你不应该问我啊 既然爱一个人 你就应该自己去打开他 明白他 就表白吧 敢吗 我敢啊 可是雷总说了 如果我靠近他的话 就会给他造成麻烦 顾小谷 你来这也大半年了 你不觉得我们做所有事 都面对着非议吗 在幸福面前 何必考虑什么人事压力 真没事啊 好好不说二遍 等一下 你把他家地址告诉我 我不想再借着工作的名义 靠近他 这件事跟工作毫无关系 我要明明白白地跟他说 好 好 我去看吧 完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谁呀 你是 我有工作要汇报 他已经下班了 给他留一点私人空间好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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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允许我们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 有请出二零零七黄金一班 加中国天后 新惠美 这边瓜 谢谢 再次感谢各位的掌声 也再次欢迎各位 《十二歌王》第三季将于下个月重新起步 在下季的节目当中 我们不仅将融入全新的节目改版 同时我们的黄金一班 也将写众多的天才学员 在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舞台上 为大家奉献出一场又一场 精彩的世军盛宴 而关于下一季节目改版的细节 各位媒体同仁 接下来可以自由提问了 欢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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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欢节了 医院准备 上门 其实我知道大家想问的是什么 几天前我确实是单身 没有处在任何情感关系中 更没有结过婚 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那你男朋友是谁啊 那你男朋友是谁啊 你男朋友是谁啊 是谁啊 是谁啊 欢美 说一下吧 现在我就要隆重介绍一下 我的男朋友 星天娱乐的季兵 淳于潮先生 我们在一起好不好 再加一个麦 现在实际到了 第一次出现在大众媒体的面前 大众媒体的面前 大众媒体的大众媒体 大众媒体 我也希望是在一起 DP임 我有很多保育Ob 把小板子掙在一起 哪有什么呀 ruling 洛琳姐 我等你很久了 坐吧 洛琳姐 我沒有想到 我真的可以見到你 我從中學就開始 聽你的歌 我是一點一點模仿你 才走上唱歌這條路的 我不會喝酒 我知道你 去年的十二哥王我看了 這些年在圈子裡除了我 我還沒有碰到 像你這種聲線的 你去年就小有名氣了 怎麼會去酒吧上班呢 為什麼沒有牽到星天 我復活賽那一期 新惠美導師 因為我跟淳于總製作人 鬧不愉快了 那件事情鬧得挺大的 DTS 衛視和星天 有很多人 雖然都沒有說話 但是我知道 他們都怪我添麻煩了 可是後來 後來他們兩個人 又在一起了 我就覺得好複雜呀 他們都是大人物 我是真的不敢 捲進這些事裡面 後來星天的經濟部 找過我 我沒敢簽 他們也就沒再理我了 淳于小和星惠美鬧事 其實不是因為你 是因為我 嚇到了吧 我其實不是膽子小 是 是淳于總製作人 真的有點怕她 我教你唱歌 願意嗎 真的嗎 我這裡有一首 難度很高的歌曲 這麼多年 我一直沒有找到 合適的人選 正好你的聲線 跟我很像 我可以親自叫你 您是說 字字聲 請進 Jerry哥 小哥 淳總在嗎 他在 毛毛 他最近要去美國出差了 可能在準備一些 要去出差的東西 又出差了 您是有什麼事吧 我去幫您通討一聲 來 好 淳于總 詹瑞哥找您 進來 淳總忙著呢 我來跟您請示一下 能不能要一份 您的工作日程啊 經濟部要我的工作日程 幹嘛 是這樣啊 我想看看您每天的 工作時間情況 回去我跟惠美 好好協商一下 惠美那邊 一直要求我 進行的所有的日程 所以我們推了 很多的工作 現在一週裡面 有半週的時間 它都是空閒的 而這些空閒時間 它只是在家待著而已 當初前惠美的時候 我們承諾過她 她個人的發展 是以自己的主見為準 所以作為她的經紀人 我也不方便說什麼 可是 對 當然要尊重她的意思 當然她一向都很敬業 工作上一直都很認真 您說得都對 但是 她現在談戀愛了呀 好 苗布 你去給杰瑞倒點兒喝的 好 淳總 我知道我在這兒說這個 不太合適 但是惠美的心思我明白 她現在之所以讓自己 有這麼多的空閒時間 就是想著萬一那天 您如果空了 她就能多陪一陪您 你們就能在一起 多待一下 畢竟你們剛剛雄不廉情 現在是熱點氣呢 惠美的為人您知道 她很要強 所以很多話她不會說出來 你們兩個都那麼忙 所以我想如果把你們的日程 協調一下 這樣對於工作 對於生活 可能都有更好的安排 最主要的是她有工作空等著你啊 作為經紀人我能做的 就只有這麼多 好 小谷 我跟淳總說好了 你把她那個工作日程調出來 我記錄一下 好 是四月份的嗎 嗯 這麼慢啊 她從美國回來下一個月也都是慢的 對啊 而且這些時間隨時都在變動 那這樣啊 我們能隨時保持聯繫 如果淳總說有什麼變化 我也讓會面這兒調一下 讓他們兩個多點時間見面 好 好嘞 咱們兩個啊 要把兩個老闆照顧好了 讓他們過得幸福一點 就有一些萬事大吉了 對 行你忙我走了啊 好 好 如果跟MSG談成的話 公司的價值真是智得飛躍 拉鋸戰這麼久了 一定要把這一次的事情給談成 我已經做了點持久戰的準備 十二公安開播 全靠你們自己了啊 放心吧老大 有我跟孫總聯合監製 不會出差錯的 看到淳于總能從製作一線解放出來 我是最高興的 有什麼情況你隨時給我打電話 不要管時差的事 我在美國快二十四小時開機 別操心了 我們會充分享受你不在星天的日子 夏國 董事長 媽 好久沒見 越來越漂亮 謝謝 謝謝 你怎麼來了 來看你啊 你不是要去美國出差嗎 我可是人生第一次嘗試傳說中的辦公室戀愛 我這個辦公室條件好像也就就就就是這樣呢 不好意思啊 我 我應該騰出空來 在出差之前 多找時間陪陪你的 我疏忽了 你這個人啊是夠疏忽的 人家第一次這麼大仗氣鼓地談戀愛 卻連個男朋友的人影都看不到 滾妹 我可能在談戀愛這事上吧 有點生疏 好吧我其實就是不太擅長談戀愛 我這些年呢 一直都把工作拍得很滿 每天加班也是常態 為什麼我說什麼事情 你都這麼認真呢 那不是應該的嗎 這是我作為男朋友的義務啊 義務 跟我新婚美談戀愛 用不著拿出近義務的心態 任何喜歡我的人是因為我的魅力 愛我的人是因為我的心 你不需要做出以身相許用人 負責的這種狀態 我我現在是不是應該說句 什麼討好的話 但是我又想不起來 後面我我剛剛說的話 不是那個意思 但是如果你非要生氣的話 那我就也沒辦法 好 好了開個玩笑 一路平安 好 董事長說他先走了 讓您坐這輛車 嗯那個 詹瑞哥交代過我了 您在美國日程上要有什麼改變 隨時通知我 我二十四小時開機 以後我日程上的事 你不用管了